波特,外线几个球员是艾文斯,加西亚,以及索盾,马克思索盾是从黄蜂队 球员没有得到这个新的主教练的一个青蓝,所以说来到国王队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国王队其实也是在大前锋位置上有过多的一个囤积,像他现在考新斯,桑普森,再加上以前的兰德里 同一个位置积攒了三名球员,那么和对方这个黄蜂队在得分后位位置上有一些臃肿的这些球员做一个交易 对于两只球员来说是达到一个双赢,那么开场之后呢,胡人队是五投三中,而国王队是六投三中 这一球是吹了胡人队的加索尔主打 我们抽到最新消息,达拉斯小牛队已经是121比89,击败了香尔良黄蜂队 那么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如果胡人队不能够战胜自己的对手国王队的话 他们将和小牛队的位置是发生转换,跌到西部的第三 这个也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对于胡人而言 讲打,对于这支国王队而言也是一种丰富进攻手段很好的这个作用 刚才又是阿泰,又中级的跳投 看加索尔好球,这个两个牛角位的位置是他非常擅长的得分 上一次国王队有球员能够在赛季当中场均得到14分 并且有8个篮板,已经要追溯到90年代 比莱尔纳尔西门斯好球 这次虽然加索尔的上篮是遭到对方封盖 但是这个球队的首发,在打这个大前锋的位置 上个赛季国王队的球风也是非常的清新 再加上他内线当中有像霍伊斯这些球员 现在这个已经是跑到七柳人队去打球去了 内线标中13分 这个当中手感真是太棒了 比如说第一节,王队完全是依靠他的一己之力 在和这个胡人队较量 这边是篮下露了一个一杆二镜 目前Paul Gasol是拿到了6分 还有三个篮板,五投三中的一个表现 说的,再一次外线出手 这次终于是没有投进 不得不要用终于没有投进来形容 第一节,他的一个整个的命中也是相当的高 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 哦,这一球,Kobe 这个Paul Westphal,是觉得Kobe有退人之嫌 财团员确实在篮下吹了光 哦,阿看 这一球呢,还是没有能够蹭入到篮篷当中 再给到Cousins 啊,这一球,何必呢 还要运球 这次反击,Sungle Brown也是没有能够打进 对方又有机会给到前场 哦,三打零了 哦,三打零了 这球呢也是从国王和火箭交易当中得到的球 没错 虽然的分差又是从五分已经迅速接近了 红人队开场之后 所以第二节当中打了两分钟的时间还没有能够得分 而国王队已经是连得四分 大家看一下,这是刚才 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突破 这球应该不算突破 但是他评为了 以前刚刚是出来乍到也不认身 非常干的 嗯 宋内线 这球,胡人队明显现在是收缩对于游击区的保护 这球是没有办法从两名胡人队的圈当中穿过去 分出来再给到Pogasso切进来 Pogasso上来 这个吼叫啊,嘶吼这个烈叫啊 王队这边又是继续打Sungton这个点 三球要把他在保持第一阶当中的手感 我好在有前场篮板,Ujri再次 又有一个前场篮板 但是又造了封盖 内线有加塞尔在 可能说这样的 想在他面前直接拔起 得分还是比较难 这边的突破是造成了 Oden的犯规 Oden的犯规 胡人队内线当中的优势 是他上 再次Tarugamis突破 Ogasso是向裁判失忆 Jason Thompson有肘击动作 Cousins,这个Sungton一旦活了之后 就能打出很多这样突破分球的进攻战术 好球,有两分应该顺劲 还有一个加法 Ruartes已经是跟不上Tarugamis了 Ruartes已经是跟不上Tarugamis了 看一下这次进攻 又是一次失误 这就是年轻的队伍 在启示的时候 开始追分的时候 底中锋 Dime Bear 一个中距离跳投得分 目前他是14分 10投7中的一个表现 另外还有9个篮板 拉开到了12分 好球 又是比较重 这个球衣 好球 投币利用自己的一个攻击能力 可能说吸引到了防守的注意力 对 这个时候是突然 Cousins的一个下差 哦,这球是超远距离3分 这个不知道所有的在想一下 是要有必要吗 对,投出去还是有3秒钟的时间 你还觉得换多了3.7秒的时间 这球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突破 或者说你推进到 哪怕你推进到3分线上 那也是一回事 对吧 哦呦,幸好对方没投中啊 88比70 胡云队呢是带着18分的领先用势 进入到第4节的较量 看是行驶有点 对了 必须要换上自己的主力 再来打一段时间 投追 好了,这球队防下来 就是Derek Fisher过来做了一个补防 机会来了 哎,这三分还是投不进 完全的空位 对了,胡云队这边 Hogasso的犯规 Hogasso最近 很难啊 找到分差已经算到了4分 嗯 团队一度是有个20分的领先 团队 投比 出手没打正 哎 穿着篮下 应该是在争抢篮板的时候 有光队的球员推倒了Pogasso 场面是一片虚身 再来看一下 刚才Terek Evans直接突破 Derek Fisher 都是一干二净啊 挡都挡不住 那么Oden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防守 你 C3 C3 C4 C3 ch2 Begg Begg 这球Fischer到底是想传球呢还是想上篮呢 这个样子看上去身体是扭过来了 好像是要给底脚的队友去传球 再来看一下刚才这是Sorton 出进去之后的第一手上篮 还有机会和人队啊 两枚拳包夹差点把抗体承转之后断掉 这球力量也偏大了 好球 独指自己个人带球进来好球 狂队完成了比方向的反抄 这应该是第一局做不安队 有个比方引先做第一次反抄 这后一球 比方就是克里芳 切进来后仰出手 这个球可快而去 这样的话一定要放锅了看一下 狂队的关键时候的罚球兵攻力 如果两罚都罚中 其实对于这个胡人队来说还是有一次把比分追平进入加速赛的机会 可以看Coby刚刚突进来之后 一分超过9分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应该说这一节当中 就是Coby三分出手 超厉害 超厉害 关键时候 Coby还是挺身而出 但是留给国王4.8秒的时间 我们看一下 波克里芳给他做了一个掩护之后 运了一步直接三分出手 这球 Darambell是没有能够拉出来 没有能够分盖到Coby 虽然Coby在这一节当中的陀兰兵中率比较低 对 但是关键时刻还是 王队能不能绝杀胡伦队 回到苏顿 一突起来 这些被封盖掉 没有时间了 双方进入到加持 看来说能接到球之后选择了突破 嗯 身体前颈之后 其实已经在防备着Coby对他的封盖了 是脚步上的劣势都被对方利用到 另外一方面 篮板方面 国王队 几个前场篮板都是能够冲抢到 尤其是关键时刻的前场篮板的冲抢 冲抢 王队是重新获得比方上的领先 哦 这个球 看出来了胡伦队在后场篮板顶房中的一些小事 嗯 这个球 有一点干扰球的嫌疑 但是才脚 啊 这球出现传统的失 阿特斯特正是留在场上 这人感觉 尤其不足败事有余 哎呀 这个球 这个球都没有上 这个球都上不进啊 Terry Gavin 三分 连续第六次出手 第七次 这个你让 这样的 关键的时候 什么都投不进 你怎么做一个球队的领袖 是 这是 这相当的 很棒 嗯 分打进還有加法 这样的话 比赛应该是结束 对 胡伦队可以说是奠定胜值了 那这球 Darrenberg好像有一点受伤 啊 到了第四节当中 不太理解 这球是 撞到了 松田的身上 而第四节之后 国王队 原来 几个主要的得分点 像桑田 在加持当中都是没有获得 也是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关键时刻 还是能看出一个球星的橙色 国王也不会在防了 投三分就让你投了 好 这球也是 三分投不进之后呢 就自然而然就结束了 国王呢 是在长卧赛的最后一场比较当中 是116比108 经过加持赛 惊险地击败了国王队 对 赢的是非常艰难 我们看到 国王队主教练也是 给观众是 鼓掌 鼓掌 谢谢他们 对于这个赛季 国王队的支持 对 因为下个赛季 不知道是不是还能讲 是 对于这个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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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个赛季